我只用了一张木板和七个灯泡 就做出了一个郁金香碧灯 真的超好看 事情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房子在灯光上面的配置 还差点意思 所以打算做个碧灯看看 去现在市场买了一厚一宝两块木板 给它加工 现在厚的木板上 凭感觉画出花朵的样子 一切主打一个随缘 花就是不一样了 才好看 打好草稿之后 就可以用曲线距离它锯下来了 但是我画的这个草稿 是不是有点超过我的木工技术了 太多边边角角和勾勾赫赫 曲线距都有点糟不住了 不光我的手 我整个人都开始震的发麻 整整俩小时 我吭哧吭哧 但有小心翼翼的终于给它搞出来了 呼呼 好脆弱 放下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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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还没完 为了逼登的整体造型和立体感 我准备沿着花枝 用薄的木板再做一层 本以为小点的锯的会快一些 但没想到这木板它薄啊 不好受力 锯的时候还得用力地扯着另一边 使这个巧劲锯 累死累活一个小时也给它锯出来了 终于可以开始刷漆了 浅绿刷树枝 红色刷花瓣 深绿刷加深的部分 又搞了点小木块刷成黄色 做花瓣用 整个7个灯泡和7个电线 需要把7个灯泡串联到一根线上 没搞过电工的我有点心虚啊 应该是扒开线皮 同样的颜色扭到一起就行 试试 不亮了 怪了 还是不亮 不亮是吧 惊醒 我直接一气之下请了个工人过来整 路花100块钱 不过你看看人家整的就是厉害啊 有鼻子有眼的 挖出每一个灯头该在的位置 用开孔器开一个圆形 就可以固定电线了 马钉枪框框钉上去就行 非常成功 上墙试试 口线还差点少 哦对 我的黄色花瓣还没弄上呢 现在就非常完美了 本味感十足啊 小家人们 哪吃